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片AMD X370主板的维修过程 第一片主板是一个来自技嘉的雕牌AX370 Game K7主板 据机主反映 它这个主板买来就是有问题的 一直都没有正常使用 然后碰巧最近它另外一个主板坏掉了 所以顺便把这个主板也一起带过来看一下 为什么不去保修呢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也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OK给它接上电源装上CPU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主板通电之后 我观察到这个开关按键上面的这个指示灯 似乎是有点不对劲 它在不停的闪 修过那么多主板了 正常情况下这个灯应该是敞亮的才对 那它现在在不停的闪烁 所以有判断这个主板应该是待机电路存在问题 给它的PCIe朝上面插上整段卡 这个整段卡上面的三伏SB带机指示灯也是在不停的闪烁 给它尝试按下开关 按下开关之后 主板没有任何动静 电源的风扇也不撞 而且开关键上面的指示灯直接就灭掉了 PCIe朝上面的三伏SB电压也随即消失 先把主板断电 测一下三伏SB是否对地短路 是没有短路的 有500多的组织 把它的电源供电接上 测一下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三伏SB居然只有2.9伏 虽然说只偏超了0.4伏 但这是相当的不对劲的 拿示波器测一下这个三伏SB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波形呢是在不断的跳变 有非常大的波动 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应该是一条直线才对 这个波形呢一般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呢就是这个三伏SB有短路的地方 导致这个电压被不断的拉低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三伏SB的转换电路有问题 三伏SB的输出就有问题 查图纸呢这个主板的3.3伏是由这个Q36 这个三端稳压器输出的 这个Q36呢把5伏转成3.3伏 然后给主板提供一个带机电压 Q36就在主板的这个位置在南桥的边上 这个是它的输出电压 再测一下它的输入 诶 它这个输入电压5伏也是在不断的跳变 难怪了5伏不正常 导致3.3伏也不正常 再找一下这个5伏是哪里冒出来的吧 这个5伏呢是电源的5伏 经过Q31这个P过道的MOS管转换出来的 就在主板上的这个位置 这个MOS管呢又受控于这上面的两个小三级管 这两个小三级管呢又是被IO芯片控制 这个电压转换电路也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工作流程 技嘉的主板这种小三角的MOS管故障率又是比较高的 经过一方简单的对这个电路排查之后呢 怀疑故障可能出现在Q279上面 在Q279的前面这个信号都很稳定 经过了Q279这么一转化呢 这个信号就开始出现了波动 直接拿风枪把这个小三角的MOS管给拆掉吧 维修技嘉主板的时候 碰到这种电路上的小MOS管出现问题 更多的情况是直接把它拆掉 不会影响主板的正常使用 你给它换掉反而还会提高它的故障率 OK再来看一下 这个3.3V已经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了 这一条平稳的直线 不再跟直线一样一直在挑变 现在再来按下开关 主板已经可以正常的上电了 电源的风扇也装了 这里也跑马了 因为没有装内存 所以是卡内存代码 现在给它接上显卡显示器装上内存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屏幕 按下开关 风扇正常撞起来 主板上的灯也都亮了 随着主板上荒块的代码 显示器也是成功点亮 技嘉的雕牌logo 开机是直接进了BIOS OK这个主板就算修好了 我们在下期视频看一下这个小老板的第二片主板 那是一个华硕的败家之眼主板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